今天带来史上最刺激的生存节目 《原始生活21天》第二季第二十一集 菲律宾马尼拉外海310公里处 坐落着又湿又热的炼狱 西那老岛 浓密的植被是播种致命登革热蚊子的温床 也栖息着有毒的菲律宾眼镜蛇 远看是个热带天堂 近看则是个致命而不宜居住之地 这里将会是我们挑战者未来21天的新家 杰里米38岁来自路易斯安榨州 从事建筑业也是原始生存专家 善于打猎和捕兽 但能否将这些长处用在全然陌生之地 仍是未知数 他的原始求生平分是7.3分 卡西迪26岁来自加利福尼亚 喜欢探险热爱旅游 海上经验有助于他在扼岛生存 但野外技能不足 依赖搭档到什么程度也是未知 他的初始平分是6.1 除了一把锋利的刀 二人能各自带一样求生工具 卡西迪带了便当盒 杰里米带了猎手绳 这次没人想到生火工具 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个隐患 杰里米和卡西迪不治脱水的最佳办法 是穿越岛屿走到最低点 接近都东湾处 那里的地下水层最接近地面 赶露时要注意无处不在的红椅 被这玩意咬上一口相当饱受 顶着头顶炙热的阳光 二人汗容易吓得赶往扎营点 如果尽快解决水源问题 他们的挑战将很难进行下去 三小时后终于到达岛的另一边 卡西迪迫不及待地钻进水里降暑 杰里米觉得海滩上不太需要搭帐篷 晚上直接躺在沙子上睡觉就行 耽误之急是先找水 计划是利用竹子在地面上挖洞 把地下的淡水取出来 卡西迪提出分头行动 他负责找淡水 杰里米则趁机还有体力把火生起来 为了钻木取火 杰里米首先做个竹包丝当作火种 把火种放在空主管的顶端 钻木的摩擦力产生足够热度 通过主管的洞点燃火种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两个人的任务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才第一夜他们就遇到了麻烦 喉咙冒着烟熬到第二天 两人来到卡西迪昨晚挖洞的地方继续挖 几个小时后深坑已经有一人多深 土壤总算有了湿润的迹象 卡西迪判断地下水会在1米8深度左右 带着这个希望二人轮流挖掘 好不容易出现了梦寐以求的水坑 但闻起来恶臭无比 就像是有动物尸体被埋在里面 吉里米甚至怀疑喝下这里的水就会死 躺在露天的沙滩上睡觉并不舒坦 很多不速之客会带来困扰 所以两个人只能轮流值班 看来不搭建庇护所并不是一个好角色 时间来到第三天 吉里米现在决心必须把火升起来 再不出水喝 他俩就要被渴死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在家里明明两分钟就能搞定的事 现在却怎么也无法完成 吉里米开始烦躁 卡西迪立刻出言安慰 这种环境 就算是经常生火的人来了 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取火成功 毕竟不习惯这里的资源嘛 别气馁 我相信你 几句话让吉里米的士气再次高涨 咬着牙立下誓言 今儿要不把火升起来就不是男人 并告诉卡西迪 大妹子 你先歇着 哥去给你找两个椰子 先解几可 卡西迪自然没有同意 让他专心研究取火就行 并主动接过了找椰子的任务 半个小时后 卡西迪气喘吁吁地带着绿椰子回到营地 将其交到了躺在地上休息的吉里米手中 却没想到是个坏椰子 得 唯一的后路就只剩下深坑里的水了 为了不让自己实在脱水 吉里米咬牙切齿 终于把火升了起来 从深坑里咬了满满一锅水煮沸 卡西迪发自内心地露出微笑 他很庆幸能有吉里米这样的搭道 夜里卡西迪想上厕所 安全起见吉里米陪他一起 随后发现地上有东西很奇怪 顶尽一看竟然是一条菲律宾眼镜蛇 好在这家伙夜里活动力很低 否则两人就得进医院了 第四天再度来到深坑取水 就发现里面有只老鼠 卡西迪一脸懵逼 满毒子了 水被污染了 吉里米一翻白眼 慌什么 这食物不就来了吗 你别说 这烤老鼠肉吃着挺像羊肉 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言归正传 在发现眼睛蛇后 两人认为地面不在安全 得趁早搭建一个庇护所才行 在这只热岛屿生存守住的最后阶段 二人极力避免让自己脱水 深坑水源仍是生存必需品 但就在第八天 他俩惊讶地发现 地下水层似乎下降了 水位一天比一天低 低害把岛屿的地下水层受潮压而变动 深坑里的水变少 是因为海潮有变动 失去这唯一的水源 后果不言而喻 卡西迪提出砍一棵香蕉树 看树干会不会出水 只要把头几杯苦涩的水倒掉 后面涌出来的水就可以饮用了 这方法的确可行 卡西迪拯救了团队 作为奖励 杰西米用椰壳给他做了胸罩 这段时间 二人主要以椰子为食 虽然蛋白质丰富 但吃太多会导致消化道出现问题 导致便秘 严重腹泻等 二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分头寻找多样化的食物 有一种鸟类会把蛋埋在土里 它的名字叫林蒂基 卡迪亚很幸运 很快就找到了两颗鸟蛋 本来正常的水煮蛋 对现在的他俩而言 可以算是一场滔铁盛宴 但没想到 这两颗蛋里面已经有了胚胎 好好的水煮蛋变成了毛蛋 二人根本没有一点吃下去的欲望 伏双至火不单行 因为夜里的疏火 营火还熄灭了 杰西米和卡迪亚彻底一有所有 没有了火 就没办法煮水 尝试再度取火失败后 卡迪亚到香蕉树那边取剩余的水 上面里面不满的小虫 跟大自然博弈就是这样 一个不留神就满盘皆输 两个人都有些崩溃 甚至一度想到了放弃挑战 但最后杰西米还是选择坚持下去 面对他的决定 卡西迪玩耳笑 表示绝对会陪他一起 二人打起精神重振旗鼓 用一天时间将营火重新点燃 想着终于能到坑里取点水煮来喝 却发现深坑已经完全干涸了 如此困境 二人不得不弃赛 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再允许 继续下去了 即使在菲律宾求生仅13天 杰利米还是减重8公斤 他照顾搭档的决心值得敬佩 但最终无力抵抗极度干旱的环境 气赛使得他的PSR从7.3降到6.1 卡迪亚减重4公斤 虽然一直支持着搭档 但岛屿的严酷环境 在玩赛前也将他击垮 PSR从6.1降到4.9 这种搭档的求生表现可圈可点 但仍旧无法敌过菲律宾的一座小岛 可见面对大自然 人类有多渺小 让我们接下来期待 下一集又是谁来参加野外挑战吧 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能否在野外生存21天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